结婚本来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谁知道事实无常 喜事最后变成了丧事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带大家去了解一下 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雨 我们邻村前几天发生了一件令人悲痛的一件事情 本来就是一对新人准备要结婚了 可是就在前一天新郎突然死掉了 这个男孩名叫小帅 他跟他这个对象也是通过相亲认识的 女孩这个家也是我们这一片的 离小帅家也就个七八里地吧 也不远 两个人相亲过后就互留了联系方式 交往了一段时间之后啊 觉得还挺谈的来的 于是啊就谈及这个结婚的事情 双方父母啊也都同意了 这个男孩家境啊也算一般吧 知道要结婚嘛 所以这个男孩的父母啊 就把家里的老房子给掀了 然后就重新又盖了一个二层小楼 后来又经过装修 又买了一辆车乱七八糟的 其实花了也不少的钱 最重要的就是彩礼了 在我们这里啊彩礼真的是 一个很头疼的一件事情啊 彩礼真的很不少 在我们这里结婚呀 房子车彩礼 这三样是必不可少的 现在家里已经盖起来二层小楼 车也已经买了 所以啊就差彩礼了 于是这个小帅的家里人啊 就跟这个女方商量一下 这个彩礼的事宜 在我们这里结婚 彩礼基本上都得十几万吧 然后女方要彩礼是13万 对于我们这来说 这13万就算是中等价位吧 不少但也不算很多 然后这个女方又提出了一个条件 就是彩礼是13万 但是结婚的时候 需要买的各种家电了家具了 都需要男方来支付 这个男方这个父母 看着女方提出的条件 觉得也不算很过分 于是啊也就答应了 小帅的家里啊 就小帅这么一个孩子 所以小帅结婚呀 她的父母就是特别的高兴 也想为儿子好好的操办一下 虽然他们的家境一般 但是父母也是想让这个婚礼 办的风风光光体体面面的 所以老两口啊 是拿出来了自己一生的积蓄 就算是拿出来自己一生的积蓄 但是结婚呀也是远远不够的 还向这个亲戚朋友们啊 借了不少的钱 但是老两口无怨无悔 觉得就这么一个儿子 结婚的时候肯定不能丢人呀 哪怕外边欠着债 以后就是老两口省吃俭用 好好的努力把这个钱还了就是了 小帅呀也是看在眼里 父母年岁也大了 为了自己结婚的事情啊 真的是操碎了心 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外边也欠了很多的债 他也是知道的 他心想着呀 结完婚之后 自己一定要好好的努力 早日把这些债还完 让父母啊好好地享受一个晚年生活 自己跟对象啊也挺说得来的 能够好好的结婚 他心里啊也是美滋滋的 小帅的妈妈虽然每天为了小帅结婚的事情而忙碌的 但是他的心里啊却是美滋滋的 因为儿子马上就要结婚了 自己也要当婆婆了 非常的高兴啊 这个家里啊都已经收拾的 就是妥妥当当的了 就等着结婚当天去迎娶新娘子了 可是就在结婚的前一天呀 这个新娘给这个小帅打电话 说这个彩礼啊要再加两万 因为我们家商量过了 说这个两万块钱啊 就算是我们小日子的启动之间 结完婚之后啊 我们的日子就是可以好过一点 这个小帅就说呀 结婚这个彩礼咱们不是事先说好的吗 而且我们家也出来呀 你现在突然要涨两万块钱 我手里没有两万块钱呀 为了咱们两个结婚的事 我已经拿出了我所有的这个积蓄了 我父母也是为了咱们结婚的事 你看盖了二层小楼装修房子 又买车买家具彩礼什么的 已经花了老两口几十万了 现在在开口给他们要两万块钱 我真的是张不开这个嘴呀 但是这个新娘子就说 没有这两万块钱呀 明天你就不用来结亲了 这个婚肯定也是结不成了 这个小帅就好言的相劝呀 就说你看这样行不行 咱们结完婚之后 我好好的工作 我给你转两万块钱 但是这个新娘子就说不行 必须现在就给两万块钱 要不然明天这个婚呀就不结了 小帅当时真的是很无奈 还想再说些什么 却听到了嘟嘟嘟的声音 原来对方啊已经把电话挂掉了 他无奈呀就去厚着脸皮呀 就去给自己的父母说这件事了 就说我知道爸妈为了我结婚的事情啊 你们花光了一生的这个积蓄 而且外边还欠了不少的钱 但是你看看他就是现在女方家里呀 就又要两万块钱 这该怎么办呀 不行爸妈你们别管了 反正也没多远 我骑着电动车去他们家去一趟 好好的跟他们家说说 看这两万块钱能不能省了 哪怕我以后就是好好的工作 再给他们家两万块钱呢 他父母就说那你路上小心一点 于是这个新郎啊就骑着电动车就去了 因为两家离的也不远嘛 就七八里地骑着电动车就能到 女方家说要涨彩礼两万块钱 这件事啊是结婚的前一天晚上提出来的 所以啊当天晚上这个新郎过 就骑着电动车去这个女方家去了嘛 第二天就要结婚了 但是天快亮的时候 这个小帅的父母发现小帅啊 还是没有回来 就有点担心了 就说是去女方家里这件事谈不拢 还是怎么回事呢 于是啊就派了几个人去沿路 就去寻去了 谁知道走到半路的时候啊 发现这个新郎官应该是不小心 骑车栽到了旁边的这个水坑里边去了 连人带车啊一块栽进去了 把新郎捞上来的时候 新郎已经死了 没有生命迹象了 全家人啊是悲痛不已 小帅的父母啊是哭得死去活来的 这不是天亮了吗 这个女方家还心想着 这个小帅也没有回音 也没有说这两万块钱行不行 而且该来接亲呢也没有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女方家里边还正在嘀咕着 后来啊就听见有人敲门 开开门之后啊好几个人就进来了 光光光的就是一顿的砸 砸而且嘴里边还念叨着 还我的人还我的人 而且呀都是眼睛红红的都这样说 这个新娘就说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们到底想干嘛呀这是 来的人就说啊 就是因为你们家 说要涨两万块钱彩礼 小帅他们家拿不出来 于是昨天晚上啊 这个新娘就骑着电动车 本来是想来你们家商量这件事的 谁知道走到半路 不小心啊滑到了这个水坑里边 连人带车是滚下去了 捞上来的时候 新郎已经死了 新娘听到这里啊 是大声的哭起来 她内心啊真的是特别后悔 因为就为了两万块钱 断送了新郎这个性命 来的人另外一个人就大声的说 都是因为你们家 你们家言而无信贪心不足 就因为两万块钱 新郎的性命没有了 小帅他们家就小帅这么一个孩子 现在小帅走了 他的父母年龄啊也已经大了 你让他们老两口以后 可怎么生活呀 大家说说看 就因为两万块钱的这个彩礼 断送了新郎的这个性命 好好地一桩婚事 变成了丧事 真的都是高价彩礼者的货呀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话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边留言讨论 好了 咱们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吧 大家记得点赞关注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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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